好将学生涌入了立院反服貌 不过呢部分大学的教授把课堂是直接搬到了立院 从上午到下午开启了公民的民主教室 只不过这师资名单啊目前都偏向就是呢 社会系跟政治系的老师 缺乏了经济贸易相关的教授来参加 有学生说希望能够听到偏向经济的实际分析 我要跟大家说因为他们不同 所以他们才开放二类研究 台大法律序教授林玉雄在立法院开课 讲的是服貌协议 作者的站着的听众们加起来至少三百人 服貌还有一点练习 对不对 那这是我们政府那个非常重要的 反服貌运动让部分大学教授把课堂搬到了国会 说是开放大家旁听 只是服貌最重要的经济面 目前还缺相关领域的老师 我们其实并不太知道 他的内容到底是对我们的力多还是损多嘛 对啊对啊那当然是能够来解说是最好的 你说什么样的老师来解说 经济方面的啊 对啊因为这个东西对我们民生来说是比较重要的吧 对于经济服貌的话是自己上网看吗 是吗 就我个人而言是 就像这样子呢 每天呢在立法院外面呢有很多开课 户外开课的这个大学教授 但是呢这个名单摊开出来呢 其实很多都是偏向于政治社会 以及呢法律面向的教授 但是呢对于真正呢 这个经贸的经济的教授呢 其实呢几乎在名单中没有出现 目前有台大中正东华等大学教授接力开课 但集中在社会学跟政治学系 从上午十点一路讲到下午点 法义理论 法义理论 对 那是跟服貌有关吗 没有关系 可能会跟一些争议抗争行为的刑法上面的判断有关 在抗议前线的老师主张 街头教学也是学习了一种 服貌协议的户外课堂能否带来更全面的理解 政治社会学之外 更有待经济专家仔细分析 记得唐一辰周语的SN小组台北采访报道